泰国国防部长8月翁苏万周五宣布 该国将从中国购买三艘潜艇价值约为10亿美元 历经实现65年来首次购买潜艇 泰国希望借由潜艇来加强对东南部海域的防范 因为路透社评论称 在泰国和美国关系持续冷淡的情况之下 此举释放出泰国与中国军事合作升温的信号 泰国防长翁苏万表示 从中国购买的首批潜艇为原级S26T 款项将从2017年泰国的国防预算中支取 2017年泰国的国防开支预计将增至约合61亿美元 比2014年增加16.6% 路透社报道说 一年前泰国曾以评估采购费用和潜艇性能为由 搁置从中国购置潜艇的计划 最近泰国海军将采购计划提交给内阁 翁苏万周五证实 这项军购计划将于明年实施 泰国选中原级潜艇 看中了它的性能 同时从价格上来说 也不算贵 因为10亿美元三周 应该说这个价格 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翁苏万说 考虑到泰国位于安达曼海的领海内 有大量海洋资源 另外如果未来南海领土争端升级失控 并波及周边地区 泰国东部海域的航行自由可能遭到破坏 而潜艇的装备将帮助泰国 至少确保在重要水域泰国湾的航行自由 保护关键的港口设施 同时潜艇还可以作为有效威慑手段 保护泰国国家领土安全 它西边是安达曼海 安达曼海它是活跃着印度海军 印度海军最近刚刚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核潜艇 那么在东部方向 它面对的是这个泰国湾 以前叫这个险罗湾 这个方向上有这个印度尼西亚 这个马来西亚 新加坡 越南等等国家的这个海军力量和这个空军力量 所以在东部方向上 实际上泰国海军 它也是需要潜艇的 中国此次出口的S26T潜艇 西方一般称之为原级潜艇 它采用水滴型的身 对指挥围壳 排水口等进行了全面的优化 确保水下静音性能 分析认为 参照出口巴基斯坦的S20潜艇 S26T上面可能简化了AIP动力系统 而采用类似于击落级潜艇的设计 尽可能加装多的蓄电池组 来保证水下航行性能 观察指 泰国海军实际上面对水面 水下威胁不大 所以也不需要使用AIP这样的 水下长期待机巡航系统 只要能够保证潜艇部队的正常训练 满足日常作战要求即可 而且中国093系列潜艇 设计排水量就在3000吨左右 就算开展远洋训练 也相当富裕 从泰国的实际需求上来看 中国的S26T 可能比其他国家的产品 更具备优势 美国海军学会网站曾发文称 原级常规潜艇 是中国海上武器库中 最锋利的力茅之一 该机潜艇配备的 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 提高了潜艇的续航能力及隐蔽性 原级潜艇的体型较小 使之能够充分利用台湾周边 及南海潜水水域 美国海军少将弗兰克·德雷南指出 在忙碌的近海水域 要捕捉一艘近乎无声的柴电潜艇 就好比要在大城市的喧嚣中 识别出特地一辆车的发动机声音 另外报道认为 S26T型潜艇很可能搭载了鱼6型鱼雷和CM708UNA型潜射导弹 它是一种AIP型潜艇 那么AIP型潜艇 实际上它的潜航时间是非常长的 它两次充电之间的间隔时间是非常长的 它有利于它进行隐蔽作战 有利于长期的进行潜航 这是它的一个优势 那么S26T在这方面有自己独到的一些优势 所以它堪称是一种现代化的 比较先进的常规作战潜艇 那么它肯定是比较适合于泰国海去进行使用的 此外 中国方面还有个优势不能忽视 就是可以提供全套自主的武器装备和培训体系 鱼雷 潜射导弹 水雷等武器完全由中国自主生产 中国还拥有从潜艇到武器维护 发射 基地建设等全套解决方案的提供能力 这无一使得中国在竞争这些东南亚国家订单的时候 颇具优势 除了中方提出的方案外 韩国大鱼海洋造船提出了DW1400T型张宝高级潜艇方案 张宝高级潜艇的原型是德国209型潜艇 3.3亿美元的单艇造价相对便宜 但性能存疑 同时法国DCS公司也提出了鱿鱼级潜艇方案 性能较为先进 但泰国能否承受昂贵的造价是一个问题 据悉 俄罗斯也有提交方案 有传言 基洛级潜艇参与了投标 泰防长翁苏万公开表示 个人保证 在此次采购的潜艇上 中国人使用了他们的最先进技术 绝不落后于其他国家的潜艇 这种潜艇可以有效的保卫泰国的海上经济区 同时进行对敌方的这种大型的舰艇目标 对对方主要的作战集群进行监视和侦查这些功能 那么另一方面它可以进行反潜作战 针对于对方的高规格的现代化的 同样是这种现代化的潜艇 那么这种潜艇是一种主要的应对手段 这些实际上现在都是泰国海军比较缺乏的 比较需要补充的一些短板 近年来中泰军事合作不断深化 2014年底中泰总理在北京会晤 两位领导人表示 他们将着眼于加强战略领域的双边合作 包括国防贸易和投资 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宇宙空间 英国检视房屋周刊提及 近年来泰国推动了发展多管火箭炮系统的计划 这些系统以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公司 制造的V11 302毫米多管火箭炮 和V12 400毫米多管火箭炮为基础 泰国目前正在研制一种 国产的122毫米多管火箭炮 另外中国之前还向泰国提供了 以一系列军事平台为主的 防务合作项目及军品制造援助 包括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公司的 红79地对空导弹系统 其他平台包括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公司的 FL3000N舰载防空导弹系统 和FK1000移动防空系统 以及保力科技有限公司的 CSVP3防地雷反复机车 那么在90年代中起 中国就为泰国生产这种 纳莱送恩级的这种大型的导弹护卫舰 实际上这个关系已经是非常紧密了 这种合作是非常传统 具有传统性质的 而且这个基础已经是非常雄厚的 所以现在有这么一个潜艇大单 其实都是在意料之中的 路透社评论说 在泰国和美国关系持续冷淡的情况下 此举释放出泰国与中国关系升温的信号 泰国寻求与中国加强关系 发生在中美在南海问题上决利之时 评论还指出 除了军购 合作开展大型铁路工程 和举行联合空军演习 也体现出中泰关系在持续升温 此外 法新社评论认为 自2014年泰国发生军事政变以后 美国要求泰国实现民主化 冻结了对泰国的军事支援 导致双方关系恶化 泰国与邻国在临海问题上没有尖锐矛盾 如果从中国购买潜艇 与美国的关系恐将进一步恶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